用一勺它不用兑水 直接均匀的撒在兰花的花盆表面 接下来养兰花就轻松多了 每两三个月撒一次 能预防兰花夏季比较容易出现的 根斧 圆斧 探居 绣斑 胶尖等 因为在基地里养的兰花长势旺盛 叶片绿油油 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给家里的兰花撒一勺 也能养出这种效果来 而且它是通用的 不管是容易烂根筋斧的多肉蟹爪篮 灰梅黑杆的长寿花 月季等所有花卉都可以用 夏季是花花草草最多问题的季节 所以一定要提前预防 用的就是这个千百季的小黑颗粒 点视频左下方上面就可以买到哦